《柳皇叔觀點》 歡迎來到《柳皇叔觀點》 繼之前的觀點 今天繼續來聊聊尼匡跟金庸 不過這次的重點不放在小說上 而是談談這兩位作家 其實他們本身的經歷 不會輸給他們筆下的創作 兩人都很有傳奇色彩 今天就來分享 他們各有哪些武俠小說般的故事 又有哪些八卦傳聞 先從金庸開始看起吧 第一點 金庸的背景真的很驚人嗎 金庸本名扎良庸 他後來取筆名就是把庸這個字拆開來 稱為金庸兩字 他1924年出生 浙江海寧人 海寧扎世在明清時期可說是江南望族 背景確實不凡 關於金庸家族背景最常聽到的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金庸祖上有對兄弟 扎盛行與扎世廷 扎世廷在清朝受到見證 但他擔任考試官時 竟然引用詩經中的為民所指來出考題 其他年代倒也罷了 但那時是雍正年間 為根指兩個字去掉上半部 不就像雍根正兩個字砍頭嗎 好大的膽子啊 這個故事很多人聽過 不過有可能屬於傳言 因為查不到當年有過為民所指這個考題 扎世廷或許不是因為文字語 而是在黨生中站錯邊才獲罪的 解釋完這點 但還有另一個事件跟金庸本人距離更近 就是關於他父親的事件 金庸的父親扎世廷 身為浙江當地的大地主 1951年 中共鎮壓反對勢力時 很多地主階級無辜遭殃 因為扎世廷是黑五類之首的地主與惡豪階級 他不但遭到處決 還被沒收所有家產 可以想像這對家族來說 是多大的創傷與陰影啊 金庸小說中後來也可以看到相關的諷刺 他寫權力的爭奪讓人發瘋 寫一人獨裁唯我獨尊的統治猶如邪教 這些都很明顯 金庸創辦《明報》 他自己寫的社論 更是常常批評中共政府決策 不過也有人發現 金庸後來年紀大了 立場又有所改變 似乎傾向擁護中國政府 到底金庸的想法歷經哪些轉折 為何轉向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聽 之後可以再說啦 但這不是本集的重點 這邊想告訴大家的是 為什麼金庸這麼會寫故事 首先他出生好 文化底蘊好 從小看過各種書籍 各種經典 而且家族又遭遇變故 有事故的人 就是有故事的人啊 金庸寫歷史 寫地理總是深刻 第一部作品《書建恩仇錄》 就是以他在浙江家鄉所見所聞來創作 而中後期寫下的《連城訣》 則是他小時候家中常攻的真實故事改變 金庸的祖父當年做憲官 救了這名命運悲苦的常攻 話說一般誰的爺爺也當過憲官啊 誰家族有這麼多故事啊 金庸受中國文化宣討至聖 又經歷過聽聞過各種事件 也難怪他刻畫的人物特別有感情 難怪筆下的江湖既豐富又寫實啊 第二點 金庸是文人還是商人呢? 1959年 金庸在香港正式創辦《明報》 金庸自己辦報自己寫稿維持多年 被稱作一手寫社論 一手寫武俠 不會有張翠山淫溝鐵化的感覺啊 很多人只知道金庸擅長寫小說 但他相當擅長經營 在《明報》創立前期 金庸靠著連載武俠小說吸引觀眾 撐住《明報》的基礎 但後來發展越來越好 他的收入更多來自《明報》而不是寫小說 至於小說後來大賣 不斷有影視改編的版權收入 那就是後話了 總之金庸並不是只有浪漫情懷的文人 只靠理想做事 他絕對是個有商業頭腦的老闆 才能把報紙與文化事業越做越大 有趣的是 寧匡在訪談中說過 金庸是一流的朋友 九流的老闆 寧匡也在《明報》連載 他常常叫金庸給他加稿費 金庸都不答應 而且金庸對於員工也都很嚴格 但金庸對此笑著說 錯了錯了 我是第一流老闆 第九流朋友啦 金庸對旗下的人似乎不夠慷慨 在許多訪談都聽過 但金庸表示老闆難當啊 他做生意當然不能虧錢 當然要把這樣算得清清楚楚啊 這話其實也沒錯 金庸同時有理性跟感性的一面 而且分得非常清楚 或許他不像想像中的俠客那樣瀟灑 但如果他真的率性而為 報紙也不會成功了 這段故事也可以看出金庸跟倪框的不同之處 第三點 金庸真的風流成性嗎 大家點進這集想聽八卦的話 八卦來了 在理性之外 金庸有沒有浪漫感性的一面呢 絕對有哦 金庸曾經苦苦追過一位女主角 但始終得不到家人芳心 這位就是傳說中的女明星夏夢 金庸除了寫小說 還寫過另一個得獎的劇本 《絕代家人》 這部電影的主演就是夏夢 金庸後來合作倒過另一部電影 《王老虎搶親》 女主角也是夏夢 1953到1958年 金庸小說寫出名號了 處於人氣名氣直線上升的時期 他卻選擇進入長城電影公司 在那邊寫劇本 為什麼呢 他明明有更好的選擇 他就是為了他的女神啊 這已經有點像龐伯虎的感覺哦 大文豪為了一個刻骨銘心的相遇 展開各種追求 但已婚的夏夢 對於金庸只有友情沒有愛情 最後還是拒絕了金庸 再看看金庸小說 確實有很多淡戀的苦澀描寫 我特別喜歡小說中那些沒有結果的感情 比如說一開始段譽把王與菸當成神仙姐姐 那股追求的傻鏡真是好看 後來兩人相戀 反而沒什麼深刻的故事了 又好比令狐聰的小師妹月靈山 或許每個男人心中 都有一個小師妹 都有一段這樣的感情吧 甚至尾小寶苦苦追求阿克 可能也有一點作者本人的投射 那你說尾小寶不是很渣嗎 其實金庸在感情方面 說他有渣男屬性也沒說錯 如果搜尋花邊新聞還可以看到更多呢 第四點 金庸自己最像筆下哪位角色呢 金庸在不同時期的訪談 說過不同的答案 他說過自己像張武記 但老實說我怎麼看都覺得不像 除非說的是指血脈 說金庸出身背景的複雜性 他對中國又有恨又有愛 獨向六大派圍攻光明鼎時 張武記信眾的矛盾 兩邊都有他的感情 兩邊都有他的血肉 但我想金庸先生本人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啦 這只是一種我的延伸解讀 另外金庸也回答過 他說他自己最想當段玉 我覺得段玉說得很好 段玉博學多彩 愛好結交朋友 他個性溫和 但遇到堅持的事就會非常固執 這些都很像金庸啦 段玉對佛學很有興趣 金庸也是喔 金庸甚至為了專研佛學 買了大量藏書 學習最艱深的範圍 這些像極而被父母稱作吃兒的段玉 第五點 關於金庸的最後一點 金庸找人代筆寫小說嗎? 這是常見的熱門話題 傳聞金庸小說中的天龍八部 有好幾回是尼匡所寫 這是真的嗎? 抱歉 這邊先賣個關子 其實要從尼匡的視角來說 看起來會更有意思 尼匡本人想答過這個問題 所以這點放到後面來看 現在先轉換鏡頭 來看看尼匡的幾個有趣小故事 關於尼匡第一點 他真的偷渡逃離中國嗎? 尼匡祖籍浙江 1935年出生於上海 他比金庸小了11歲 在之前的影片中 其實我已經簡單介紹過 尼匡的背景跟創作歷程 不過有一點說錯了 我知道網路資料說尼匡參加過解放軍 但準確的說尼匡並不是軍人 而是公安部的人員 20歲時 尼匡因公被派去內蒙古 進入內蒙古的第三勞改管教支隊 然而尼匡漸漸發現 日常充滿繁瑣的開會檢討 匯報思想 讓愛好自由的尼匡難以接受 而且高層階級享有特權 根本不像對外宣稱的平等世界 尼匡也常常跟上級有些小衝突 那尼匡在當地飼養了幾條狼狗 結果在總隊書記來支隊視察時 沒人看管之下 狼狗咬傷了總隊書記 這件事更是讓尼匡整個黑掉了 後來他又被關上破壞交通的罪名 被關在小木屋隔離待罪 1956年5月 被關起來的尼匡 上演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大逃亡 他得到蒙古朋友的幫助 先騎馬逃到泰萊縣火車站 乘坐列車到達大連 再乘船往上海 接下來繼續向南逃 期間沒有食物 甚至得吃蟲子老鼠蟲雞 尼匡走了三個月的路來到廣州 然後柯製印章騙過官方人員 成功逃到澳門 再從澳門偷渡到香港 哇!光是這趟從北到南的長途大冒險 就可以寫成好幾本小說吧 當然以上是香港媒體方面的版本 會不會有點誇大這段傳說呢? 有可能 反過來說 中國方面當然也會寫泥匡的壞話 把他講得更不堪 那同樣未必是事實 總之這兩面就交給讀者自行思考了 第二點 泥匡寫小說真的只靠一套百科全書嗎? 這個答案可以說對 但也不對 其實完整的情境是 訪問泥匡的人 在他家看到一套百科全書 而且是給少年給孩子看的那種百科全書 所以問他說 只看這個當資料夠嗎? 泥匡回答 是啊,這很夠用了啊 不過這當然不是他全部的創作來源 泥匡愛看各種小說、雜書、雜誌 他也會固定收看Nature雜誌 從科學心之中尋找有趣的材料跟切入點 這些種種都是養分啊 所以他才能創造出這麼多充滿奇想的故事 如果說只靠少年百科全書就太誇張了 第三點 泥匡好酒、好色是真是假 嗯...其實泥匡自己有承認他過去風流 畢竟年輕得智 他很早就靠寫劇本跟小說走後 事業巔峰時 他有段時間天天買醉 把大半收入都花在酒跟其他女人身上 不過泥匡深愛他的太太離果真也是事實 歷經風風雨雨 兩人始終互相扶持 1986年泥匡受洗成為基督徒 戒煙戒酒 浮有浪子回頭的感覺啊 泥匡晚年對什麼事都看淡了 甚至可以笑著談自己的死 但他說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妻子 兩人的感情也是一段佳話了 第四點 泥匡真的有帶寫天龍八部嗎 最後來回答這個很多人都聽過的傳聞 簡單說就是 是的 泥匡有帶寫 金庸小說天下第一 能夠幫金庸帶筆 那是最大的榮幸 他當然願意 那金庸技巧性的說道 你不必照著原來情節 可以自行發展 泥匡也是聰明人 他知道金庸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寫都可以啦 反正這幾張就是泥匡的 讀者知道後也不會損及援助 不會壞了我金庸的招牌 其實如果是一般人 應該會生氣的 但泥匡完全不生氣 這些都是泥匡親筆寫下的內容 他說他的作品跟金庸距離差了幾百萬光年 能夠帶寫 他只覺得開心到不行 結果金庸放完架回來 泥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他說他把阿子的眼睛弄瞎了 泥匡是性情中人 他不喜歡阿子這個角色 所以弄了這一首 但對作品非常講究的金庸 也沒有太大反應 為什麼呢 我猜想金庸早就想好 帶寫只是連載時擋一下 日後集結成策他還是會重寫 所以當初他叫泥匡盡情放手寫 或許本就是有所盤算 而泥匡也是知道的 金庸後來問泥匡說 能不能刪掉他寫的部分 會不會見怪阿 泥匡的回答很妙 他說道 見怪 會見怪 大大見怪 金庸聽了感到很為難 泥匡接著笑著說 我見怪的是你來問我會不會見怪 枉費你我交友十幾年 你明知我不會見怪 而且一定忠心贊成 你還來問我啊 這段故事太暖了 完全看到兩人的好交情 也看到泥匡真的是個很可愛的人 看過金庸小說的都知道 阿子雖然失明 但金庸後來增添很多情節 還是抑制了他的雙眼 而且泥匡所寫的那幾回內容 在金庸作品集中 幾乎都被修改掉了 即使金庸保留了阿子失明這個轉折 但還是用自己的方式重寫過 所以我說一般觀眾不會看過泥匡代寫的部分 除非你是看連載看最初的第一版 那真的是骨灰級粉絲了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最後套用一下小說人物嘛 我自己覺得金庸像黃耀師 泥匡像老頑童周伯通 其實這對老朋友 還有太多太多故事可以說了 喜歡這集影片別忘了留言啊 想聽這兩位作家的人生故事 或是特別想聽哪一部作品的故事分析 歡迎在底下留言敲碗 之後有機會再多聊聊吧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了劉玉 我們下次見